如果既望联储局收手,起码都要等通胀回落。所以近期物价数据甚至比就业数据更重要。最坏情况是,经济数据转差,出现滞胀。对于宏观经济及企业营运会造成重大损害。 届时大小企业盈利倒退,一起变穷。难道又要再推出量化宽松。刺激经济避免陷入迷失十年。加息周期会跑多远。取缺于通胀。但是加息将影响所有经济环节。股票以外。最近年加密货币也受到打击。比特币当然是一个资产类别。稳定币规模也去到几百亿美元。 Tera USD,号称与美元一对一。却突然就会脱勾。然后价值大幅下跌。可能不这真的太老套。一直搞不清楚稳定币的价值在哪里。为何买一样与美元挂勾的东西?会有百分之二十利息收。 那么大只甲那随街跳。如果能够做到。实体货币还有存在的必要吗?这些报清稳定的回报。 究竟是从哪里来。如何增值?如果解答不到。通常是运用最简单的原理。 就是哪新入场投资者的资金。每年用百分之二十支付原有投资者的回报。当缺乏新投资者进场。系统便会崩溃。价值清零。 2001年有SkyToken。形式是支付入会费2500元。便会有4600个电子代币。可用来在该公司网页内换取货品或消费现金券。 但是这些现金券的折扣率比信用卡更低。如要换券。邮寄要收取手续费。只有现场到办公室才可免费换券。销售手法方面。 主要是靠上线下线。介绍人入会便有分红。 时至今日。这种以年费形式换取电子现金券的方式已经消失。早在二十年前这间公司已经烟消云散。及后市场又曾经出现网络传奇。以网罢作招来。找来当年的微信女。 今日的微信妈。这里的电脑又新又快。游戏又多。 迟些还有食物。还免费任打。你想不想在这里玩?又不收年费入会。 之后自由打机。又可以介绍朋友入会。赚取现金分成。 总金者个换意。在科网泡沫爆破之后。曾经爆发性出现。之后很快就爆煲。互联网又有泡沫爆破的迹象。究竟历史会否重演? Ust换了一个加密货币的梦想。会不会又是旧走新平。本来Ust会买回比特币。好象联系汇率一样作为货币储备。但据讲搞手Luna Foundation Guard现在的钱包已经空了。 最后相信找不到足够的投资者。价值接近零。2001年的香港已经有Token。 比现金投资世代的热潮领先20多年。整个格局和手法类似。到底结局会否一样?近期又开始讲Web 3.0。完全去中心化。但是稳定币本身就有庄家。正如Luna Foundation Guard无力支撑。 价值崩溃。又算不算去中心化。游合规。明正言顺的机构作为中心。按道理不会出现走路情况。 而加密货币却时有走路。又怎能够证明去中心化一定对大家好呢? 请不吝点赞";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